我们继续来追查的是禁电视案 因为日前立委陈娇华经报了三段陪委的录音导 府院疑似对NCC来施压 结果引爆了轩然大波 立委蔡碧如是已经向法务部来检举 这个禁电视申请执照的过程申请不法 法务部昨天是接获了检举资料了 再发交给这个士林地检署来调查 那么就了解 检方预计会在下周签分他字案 并且指派这个专案检察官来侦办此案 那么这个禁电视的风波持续的延烧 行政长苏贞昌昨天在被询的时候 却说不必去查一改过去打假的破例 让蓝营炮轰说难道裴伟跟蔡总统关系深厚 国民党的副主席连盛文跟痛批 蔡总统只想控制媒体破坏言论自由 而府院都强调没有伸手禁电视案 但苏贞昌却不立即告陪委 也让前走马英九炮轰 如果真的跟苏贞昌无关 应该赶快办才对 今天是指导过关 今报是总统旨意 行政院长苏贞昌被执询 直接冷处理脱口说这句 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 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够去控制 也不必去查 平常最爱查办假讯息的苏院长 从过去摔彼岸到一人贴文说 很多孩子走了都立刻喊办喊要查 这回打假破例瞬间熄火 蓝营炮后难道裴伟跟蔡总统 真的关系深厚 他们股东会上面的录音带 也都写这次总统级的官说 比美国的水门还要严重 法务部30号接获检举 交发士林地监署调查 但蓝军质疑 既然蔡总统到苏院长都否认插手 禁电视案 为何苏葵不告陪伟 难道未来任何人都能用蔡总统 苏院长的名字继续招摇撞骗 他在这边就推托嘛 跟他没有关系 应该赶快办才对啊 霍航今天是过关 录音带背后有何内幕 全民都在等着蔡政府讲清楚说明白 也等着看司法能不能查出个究竟 记得余盛行李宜璇 SNG小组台北报导 讲到这个禁电视上加风波 是爆出了有录音党 那府院施压NCC主委 陈耀祥的事件是越演越烈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就分析 从这个中天关台前 到今年9月 网络的舆论走势 有三波的高声量 第一呢 就在这个2020年10月到12月 中天关台的前后 正反意见呢 论战不断创下了13.6万的声量 单月最高 第二高呢是2022年8月NCC推动 数位中介法最后是传出禁电 是要取代55台遭到抨击 而进一步来分析有这三波的重大争议当中 NCC网络工 网络政府声量的表现 那么中天关台期间呢 有27.6万则的声量 而正面呢 只有5% 负面高达了30% 那么数位中介法立法的情况呢 正面也只有4% 负面26% 最后这个禁电式省照呢 怡平的争议又让NCC成了舆论焦点 正面声量4% 负面31% 好感度只剩下了0.3% 那么整个禁电式录音党的风波是持续的延烧 民众党立委赖湘霖呢 昨天在立院质询此案 行政院长苏贞长就强调说 第三人在外讲什么话 不是总统也不是他这个院长能够控制 也不必去查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呼吁说 应该要公开透明 一起出席同样的活动 站在旁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说 真的要公开透明的话就挂掉了 如果现在呢还不敢讲话就代表默认了 这件事情我倒是要 要要申明的 静电视 静新闻这件事 其实他很严重的事情 理论上如果陪委这样讲 小英总统应该出面告他 苏贞长应该要马上启动事法调查 要让检察官介入 录音带拿去做声闻电视嘛 到底事情是怎样 这个要处理 今天人家指控你们 你们总统跟行政院长直接在控制媒体 这是很严重的控制 你们都不讲话就是默认 那也不采取 不然也不采取任何行动 那这台狼就行 不然你是要怎么 这太傲慢了啦 我跟你说 这事情不是这样 这太太 气人太 我觉得这台狼不对啦 这台狼看你怎么 哇啦 这奥慢的啦 他应该是这样说啦 一切公开透明 展现出来给大家看来检视嘛 这最重要的啦 那到底问题是在哪里 只要因为公开透明大家来看 公开透明就跳到的 他就要公开透明 他就要公开透明 他就会跳到的 哈哈哈 新电视的事情已经变成 到底有没有正媒勾结 正是介入到媒体 那这个是对民主很大的伤害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的话 它就是民主支持 当年大家要求党政军退出的时候 现在又回复到 伸手进入的媒体 我觉得这个是 走民主的回头路 而且是对 对这个民主很大的强害 对人民来说 应该不能够轻言 轻言就这样放过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本来检调就应该去查清楚 那我不知道苏贞昌院长 现在是变成法院还是变成检调 他可以决定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调查才知道啊 我觉得苏贞昌院长 如果现在已经下指导棋的话 那检调谁敢查 我觉得重点是 院长不应该对于检调 要不要查这件事情先做定调 如果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 海皇XO干贝账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